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觉得我们会分手 处处防着我 我心里真的很累 我有过两次婚姻了 这次不想再失败 所以我就想谨慎一点 我们的感情缠不得沙子 但她不理解 她总是会想很多 可唯独不会考虑我的感受 我只想要一次完整的爱情 她却处处反对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王先生四十岁 来自天津 弹塔店老板 杨女士三十岁 来自天津职员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有朋友说你们俩长得可像了吗 有 有 缘分啊 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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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经历 对 是吧 有孩子吗 没有 您呢 两段 也没孩子 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惑 我觉得很多事应该听我的 我比他大嘛 人生阅历多一些 我可能想的也多一些 但是呢 总不听话 总的我顶着干 那你们现在算结了还是没结啊 还没结 没结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呀 两个人嘛 总要听一个人的 为啥要听一个人 谈个恋爱 他是他 你是你 对吧 对 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我觉得我比他大一些 岁数大的 干糊涂事的多了去了 对不对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我就是想在这里能让他更多地理解我 那您说说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孩子嘛 也商量过 两个人想做丁克 不是 你们还没结婚呢 还谈不上想做丁克这件事 有谈过结婚吗 有啊 要不是出不来想做丁克这事啊 哦 谁提的结婚啊 我提的 您怎么想 想过结婚 但是他一直给不了我想要的婚姻的状态 也给不了我想要的物质生活 这您没打算嫁呗 我打算嫁 但是他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爱情 不是 您想要的爱情 我听听爱情 您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的爱情就是第一年生活上 物质上给我提供一些保障 啥保障啊 他请自己的那一次随便他请 但是这次大的我想 照顾家 听好的一件事 两个人还可以更好的磨合一下 起码婚姻有一个好的基础嘛 这之前就得磨合呀 有问题早发现 早治疗嘛 结果呢 人家就不同意 我就认为现在八字还没一瓶 你就要跟我合租 对啊 人家就跟我说 想住一块儿 成 婚房先买了 还得写人家的名字 我就觉得这个两次合约嘛 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人家直接把我车开走了 第二次的时候 人家分走我一部分钱 为啥呀 什么原因离的呀 第一次是因为和习关系问题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因为要孩子一直没要出来 没有孩子谁的问题啊 我的问题 否则也不会谈听客了呀 那明白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啊 行 咱接着说 结果呢 人家就说 就是经济上不允许呗 没这条件 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觉得 很多事情呢 还没定下来 因为已经被人分走房分走车了 你说那个房如果说再不成 再分走一半的话 那我人生还剩啥了 害怕了呗 怂了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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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接受是吧 我不接受 因为我之前 我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也是因为前夫那边 没有任何提供我的物质保障 所以他要是不给我想要的物质 是我保障 这我肯定是不接受的 所以你上次离婚 是因为没有物质保障 对 他闪婚的 当时父母把邻居家的 一个不错的男孩介绍给他 但是呢 人家就一赌气吧 和一个同事两个人闪婚了 结果没有半年 两个人就离了 他赌气 赌啥气啊 因为家里边给我介绍了一个 我不太喜欢的 然后所以我才会一赌气结婚的 就完全想不出来 你们对生活是这么个态度 行了 那现在怎么了呢 就是你要求他同居 他不敢 他不敢 是说说 那就是 你别理善 就是 你看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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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是在找什么呀 你们是在找伴侣吗 你们是在找结婚对象吗 是啊 我怎么觉得不像呢 这个接触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不是你了解他吗 他是个什么人啊 他是一个有时候想法挺幼稚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感觉 跟他跟他在一块很多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活力 他什么活力啊 年轻嘛 能折腾嘛 爱玩嘛 这个好像是在进入婚姻 你都不会考虑的词吧 这是刚接触他恋爱的时候会接触到的词 对 你们这不才半年吗 是啊 不是你们一涉及婚姻 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 说你们俩不合适啊 这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就是走到现在觉得 好像有一些快走不动了的感觉 想过分手吗 偷偷想过 你想过吗 想过 为什么不聊聊呢 我就觉得两个人相处半年了 茫茫人海相遇也不容易 很多的会议挺值得珍惜的 我听明白了 你怎么想分手 为什么分不了 因为我觉得遇到了也是一种缘分 然后况且他又比我大十岁 我就觉得他应该能够照顾我 多宠我一些 他宠不了你 他照顾不了你 你还嫁吗 那有可能再考虑一下 人生多矛盾 看起来好像我们条件都开好了 我们就对着这个条件去找吧 好像条件对上了 但是发现不对啊 条件是对人不对啊 你们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 然后呢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要孩子 然后呢也知道他不要孩子 而且长得说实话确实有点像 人家就 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结婚是因为 为了不要孩子 那你就别结婚不就完了吗 怎么得找个伴啊 那就慢慢来呗 招什么急啊 他喜欢什么 这要结婚了 然后未婚妻或者说准新娘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还有浪漫 他喜欢天涯腻语 他最爱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都要结婚了 未婚夫不知道 未婚妻喜欢吃什么 为啥结婚 拿啥结婚 就是来到底干嘛 就是想 起码在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你就面对一下内心嘛 婚礼你说了 不想麻烦亲戚朋友 对吧 房子能不能买 房子买可以 但是结婚之后 所有事情稳定下来 这稳定的标准是什么 结完婚 然后感觉他没变心 那为什么不是 就是这么处下来 发现这个女人 就是我要的女人 再结婚呢 不是想把所有的进度 往前提嘛 提进度是为了什么 再损失一套财产吗 所以说把这个财产 放到后后啊 所以待人就不嫁给你嘛 为什么一定要有房子 这样我能得到 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我这个人很简单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 为啥买房 就是物质保障了呢 没房也不长这么大了吗 确实如此 但是 根据我之前的 这个失败的婚姻经验来说 失败的婚姻 不是因为闪婚吗 还有因为就是 他并没有房子 哦 你们是因为 他没房离的婚啊 又因为没房 又因为感情不合 所以跟这些 为什么感情不合 还联系呢 真不想看看嘛 我看你感情挺合的 我觉得你不是要结婚 你是想通过 自己换一套房子啊 多大的房子可以啊 多大都可以 看他对我是否有真心 五平米算真心 还是算假意 五平米也算真心 只要有就行 只要有真心就行 我要的就是这个 好嘛 这俩人在玩真心话 大冒险的游戏 你的标准就是 房子蹲在这儿了 就算真心话了 你的标准是 只要跟我结了 我觉得你稳定了 就算真心话了 对 所以你这是没标准的呀 他那个特别容易 人家谁看得上 一摇摇摇跺脚 拍套房子就跟着走了 您这可难啊 得样样事事 做到您满意 您才会给卖房啊 也不是说 你这算计的够狠啊 听起来是这姑娘会算计 唠来唠去 您最会算计啊 伤害受的太多了嘛 伤害受的多 是他伤你的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把这些伤害 受的伤要反在他的身上 人家伤害过你吗 没有 对啊 那你凭什么拿你的伤 来伤害这姑娘呢 你看你算计的 你父母什么意见啊 我父母也是想要看我的意见 然后我也是想看他 对我的态度 不是 你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一套房子 就可以把自己给交换掉 姑娘 也不是说一套房子 就把自己交换掉 主要是 不得有显出他的诚意吗 房子就是诚意 没有诚意 也没有物质保障 也没有基础保障 那反正我接受不了 婚姻是需要物质基础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要结婚之后破产了行不行 如果真心的话 就要继续问 如果真心 他是真心 你是吗 所以我就说 这段恋爱谈的叫荒唐嘛 我不知道你们俩在算计什么 至少没感觉到 你们俩爱着彼此 就把结婚当成了一场交易 个人想在结婚的交易当中 占点便宜 合同怎么签 甲方和乙方现在开始琢磨 乙方有硬条件 婚礼和房子才能签合同 甲方是先签合同 咱们再说婚礼和房子的事 你们打不打脸呀 就他还说你成熟稳重啊 你是挺会算计的 不要孩子啊 不要 确定啊 确定 好吧 这是你们俩要走在一起的核心理由是吧 对 各位老师看看应该咋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婚姻本身是让人向往的 婚姻本身是让人觉得神圣美好的 可是你们两个人这样的开始 把婚姻这条路 描绘得乌七八糟 你是真的要订客吗 是 我现在怀疑你房子一到手就会变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目的太明确了 什么叫物质保障啊 什么叫让我看到你的真心啊 人家凭什么要让你看到人家的真心呢 我就想问一下 那我是不是也能说 来 你先嫁给我 我也要先看看你的真心 所以这样博弈到底在干嘛呢 他是成熟稳重 这只是一个幌子 你看上他的实际是 你在评估之后 这个人是有条件实现你的那些物质保障的人 所以你把他列为了结婚的对象 所以我会怀疑你的丁克是否在迎合他 所以我甚至怀疑 你是否当时跟前夫离婚 只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条件 而你心里面一直想着他 微信才不删的 因为人就是没有办法实权实美 想要都得到 爱上的那个人又恰好 是一个能够给你提供物质保障的人 有的时候 爱情和面包就是不能兼得的 但是姑娘 如果你是以这样的心态 去找一个结婚对象的话 你婚后的生活会更加的不堪和不幸 因为你压根没有爱上这个人 你只是爱上了他的条件的话 那你看他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会非常的反感 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在结婚之前 你先想好 就你们两个人出到现在的阶段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谈什么 结婚不结婚 婚姻最基础的 最根基的 是要相爱 就这样 你们俩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们各自都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需要什么 需要深度的信任 你们互相都不信任对方 你们走在一起 你只是好像一个条件符合 就是我们不要孩子 男生不是不想要孩子 对吧 所以你就会认为 要不了孩子这件事情 是我一个自卑 不自信的一个软肋 突然看到一个 想听课的女孩 太好了 一下扑上来 但是你只是看中了 她符合你的条件 但你并没有看中这个女孩 女孩也一样 你要通过一段感情 换来你有所谓的物质保障 所以你也是极度没有安全感 或者说你想过的日子 你现在的经济收入撑不起 你希望通过婚姻来换取 你想过的那样的日子 一个条件 所以你对她其实没有信任 也只是看中她 有可能会给你的条件 但是她一步一步 想算计你呢 你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我为什么要到你那儿去打工 我要过去就是 帮你管钱 处处都想拿住 你最认为重要的那个命脉 殊不知你们俩都不是真心啊 没有真心是换不来信任的 你担心他留着前夫的微信 就是对你的威胁 让他写保证书 有什么用吗 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我们看得到那些物质条件 真的能说明一个人 爱不爱你吗 你可能是不能有后代 但你不影响你现在过的精彩 你可能是你现在的收入 不能够支撑你的梦想 但我可以为此去努力 而不是走所谓的捷径 否则两个想走偏门的人 想得到幸福 不可能的 只能是幻想 所以说你们俩真的爱对方吗 断然不是 赶紧分开 就这样 其实你往台上一站 我刚刚跟那个米纳尔学院那边说 说你那前夫的事 年轻的时候 你为了一段爱情 闪婚 裸婚 结果发现不对 为了爱情 照样会受伤害 而且还没有房子 没有经济利益的保障 所以你发着狠心说 我不要爱情了 我只要房子 你的伤口是很大 它不值得同情 因为你的伤口给你的决策是错的 因为你受了一次伤 所以可以不要爱情 只要房子吗 请问你这个逻辑推论是怎么推出来的 你不能一次创伤 然后走极端了 你因为一次创伤 然后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 然后就盯着一个男人就说 我就是来hold你的 你都已经摆明了 站在舞台上 就恨不得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不相信你心里面是没有爱的 你只是对他可能 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爱 但是你一定是能爱过人 你一定知道爱情是什么 我不相信你 在未来漫长的几十年生活里面 你再也不会有一次想过 如果我嫁给我爱的那个人该多好 如果那个时候 你已经有两套房三套房 我相信你一定想过 给你爱的那个人生个孩子 你今天站在舞台上说 我丁克 我先要一套房 只不过是因为你不爱这个人吗 所以说我嫁给你 我是有条件的吗 你对不对得起他 我不说 你对得起自己 创伤 不是把自己的生活 扔进垃圾桶的借口 相信温暖 相信真爱 这是一种天真 也是一种天赋 很可惜啊 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 遇到太多太多伤害 很多人丧失了这种天赋 丧失了这种天赋 不是一个人的进化 不是一个人的进步 而是一个人已经 伤痕累累 再也没有办法去相信那些东西了 但从此以后 我们身上也失去了很多的美好 所以有时候我想想 一个人拥有被骗的能力 和拥有被骗的自信 依然是一种美好 就这样 我一直都没有搞明白的是 您跟前夫是为什么离婚的 就因为前夫没有给你买房吗 还有因为赌气 你因为赌气嫁给了他 又因为赌气离了婚 这个赌是跟谁赌气 你的父母吗 对 所以你因为跟父母赌气 你跟了一个你不爱的男人 还是说这个男人我爱的 这个男人我爱过 对嘛 我因为爱这个男人 所以我愿意付出一切 跟我的父母决裂都可以 我裸婚都可以 我什么都不要 因为那是爱情 到了今天讲条件的时候 那是因为这不是爱情 因为这不是爱情 所以如果你想把我弄进婚姻里 你就必须得给我一些 我看得到的东西 比如给我一场盛大的婚礼 盛大的婚礼 甚至都不是办给我看的 是给我父母一颗宽慰 以及给我的前夫一记耳光 让我的前夫知道 他当年没给我这些 现在有一个男人给我了 这不就是要婚礼 你的原因吗 至于说婚房 这不也是为了让自己早一点 离开父母吗 跟前夫离婚之后 又住回父母家了吧 不就这吗 为什么不喜欢出租的房子 因为那好歹还不是自己家吗 不想再飘了吗 自己告诉自己 假如我有一个 写着我的名字的房子 我会踏踏实实 本本分分 即使外面有爱情向我招手 我也不会投奔爱情了 你想用房子 当成自己的一个 秤妥一样的东西 绑在脚上 把自己牢牢地盯在海里 对吧 但是他没有嘛 他不给嘛 而他不给倒还小事 他还说出了特别气人的话 就叫做 前两次婚姻 分别从我这儿拿走了啥 您讲的时候 您脑子里的概念是 那两次失败的婚姻 让我毁掉了什么 在他听来就是 另外两个女人比我可爱 另外两个女人 你更爱她 另外两个女人 才能够从你这里 拿走房 拿走车 拿走婚礼 拿走一切 而到我这儿了 就是缠根冷治嘛 你不爱我 你没了心 你的心被两个 你爱的女人伤了 你也没了钱 你的钱被两个 你爱的女人拿走了 你一没钱 二没心 你到我面前要干啥 不就这吗 于是你们两个 是各伤各的嘛 她想拿你伤前夫 然后你呢 因为被前妻的伤 伤了以后 想保护自己 又变成了伤她的毛 让她不得不 又系起她的盾 所以你们两个人 之间互相是没有爱的 你们两个真的是 恰好在这个时间点 被朋友撮合 两个人还真的 将错就错 在思考我们俩 在一起的可能性 你们两个人没有可能性 姑娘 因为你的性格 有一点鲁莽在的 这个鲁莽是 一旦给我一个 我想要的甜头 我真的是众生一跃 我不在乎什么物质 你们不用拿物质女 和片房 片彩礼这些来说我 我不在乎的 我要在乎的话 我都不会第一次 婚姻那样结 所以遇到一个 真命天子的时候 你自然就不会 跟她谈那么多东西了 然后对于你来讲的话 你不管过往 受过多少伤 请你以后再遇到 任何一个姑娘 大大方方的 把你能给她的 不管是丁克 还是我的房 我的收入 我的诚意 大大方方给她 不用老说 过去的人生 害我损失了啥 所以我不能给你啥了 就凭什么 凭什么人家这么倒霉 为什么后来的人 在你这儿 就只能够吃到 这一堆掉渣的东西 是不是 这是对于 所有姑娘的不公平 这也决定了 你们两个这个爱情 没办法 正确地进行下去 都是受过伤的年轻人 为什么还要彼此伤害 你是要为你 自己的性格买单 你要为你自己 解决问题能力 弱而买单 所以你们俩 好好想一想 不爱就离开 做好朋友 也挺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年 很多事情终于想明白了 谢谢你这半年的陪伴 谢谢 做哥们吧 行 我同意 行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这个是不是还挺有感触 我就觉得 当他们就是把条件 都放在桌面上谈的时候 就会让两个人 都显得特别的不堪 而两个都挺不自信的人 在一起呢 就看看比比我们 谁在这个关系当中 能尝到 就是能换一群 对谁有优势 是吧 是的 双不处 永远不要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赌气 也永远不要和自己的未来赌气 就人生里面 谁没受过一点伤 来吧 看结局吧 请开门 我相信以这种态度啊 坦诚的态度 在人生的某一天 他们就会碰到幸福 行了 祝他们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当初接受她的追求 是因为她答应了我的要求 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 但她现在却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当初喜欢她 才选择对她好 但她太自私了 我觉得我为了她也改了很多 可是她却不领情 也不跟我有任何情感上的互动 经过这一年半 我也越来越接受不了她 无力取闹 我也不想再耽误她 和她有以后了 有请进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文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凡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大学同学吗 是大学同学 我俩是 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不喜欢她 她完全不是我喜欢那行 但是吧 她一直追我 一直对我好 我就是想让她 直男儿退一下 我就给她提了好多要求 我跟她说了 要是跟我谈恋爱行 但是必须得做到 我出去玩的时候 被阳光照了 给我挡阳光 出去玩必须得给我拿包 我想喝水了 必须立刻给我水喝 而且我要是不开心了 必须立刻来哄我 我要是伤心难过了 也必须逗我开心 我生病了 立刻到我面前来 照顾我 她当时都答应得好好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 她做得那么好吗 我就答应她了 但是这种状态 只维持到了半年 她现在就完全变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变了 你把我当你男朋友了吗 你无非都是找了一个保姆吗 照顾你的日常生活 以前还好 现在呢 一生起吵架拉黑 那你要是一开始做不到的话 你就别答应呀 你现在答应我了 然后又做不到 处处跟我顶 处处跟我怼 也不听我的话 冒寒假她送我回老家 我就是觉得 正好就是见见我爸妈吧 我爸妈也知道 我谈了个恋爱 这间挺长的了 你们俩到底谈了多久 我俩谈了一年多了已经 然后呢 我就是觉得第一次见面 肯定要买点什么贵重的见面礼 给我爸带过去 让我爸感觉到你很重视我 我正好刷朋友圈 刷到我家楼下那个 天酒超市 说今年茅台特价 两千八一瓶 我就觉得挺划算的 而且我爸又爱喝酒 我觉得买一瓶吧 好像有点抠险着 有点拿不出手 他也没面子 我就请他买两瓶 但是我也知道 我俩一直兼职 没有什么钱 我就想着 我掏一份的钱 买两瓶 都以他的名义送 我做成这样 他还不满意 你也知道 咱俩从上了大学开始 就没找家里要过钱 两千多都给你爸花了 那我也咋办呢 那我还是我爸 掌上明珠呢 而且我爸都说了 如果这个男的他不喜欢 永远不让我嫁 我这样做 难道不还都是为了你 让你在我爸面前 留个好印象 将来能顺利把我娶了 就这点小事 你至于跟我一直吵吗 在火车站上 直接给我料呢 自己就走了 那我不得我干啥呀 两千多都给你爸花了 他不见过节的 我不得给我家里 人们的东西吗 你只考虑你爸了 这钱不是他出的吗 就是我要是买两瓶吗 不是啊 我出一瓶的钱 他也出一瓶的钱 咱俩都是小孩的 量力而行吧 一点都不考虑我 太自私了 而且他不考虑我的事多了 那一回兼职的时候就是 嗯嗯 说说 那一回我给便利店兼职 那时候还是个下雨天 我临着雨 搞外边办东西呢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刚腾出手来接电话的 上来就是一通给我说 说什么 打雷了 不知道 问我还不害怕呀 不知道来个电话 关心我一下呀 我还没说话呢 挂了 你那我不考虑考虑我呀 我辛辛苦苦搞外边兼职 我临着雨 我办的东西 你个宿舍里边 带得好好的 你咋这么自私啊 那我不就是想让你哄哄我吗 而且是不是在之前 我就跟你说了 我害怕打了一下雨 而且你当时也答应我了 他只要我害怕 就立刻回来陪我 给我买零食 带我出去玩 可是你现在呢 他现在完全都变了 一直默示我 不管我 都有冷暴力 哎呦呦呦呦呦 怎么冷暴力你的呀 姑娘 就是他一天 之前都是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而且玩那小时的游戏的时候 还会一直给我打视频 怕无聊 现在呢 现在一玩玩三个多点的游戏 不仅这样 我怎么给发消息 怎么给打电话 都不理我 一句话不说 我都不让他到底在干嘛 我玩三个小时的游戏 可用的时间多长呢 就一个小时吧 玩五分钟来一个电话 玩五分钟来一个电话 刚开始的时候 还能好好的跟我说呢 他到后来 一直说我 一直说我 然后我都生气了 我都给他们也打扰了 我觉得你不喜欢我了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说的话 怎么这么双标呢 我晚上玩游戏 你可以管着我 那你呢 你晚上和你的一性朋友 单独出去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 当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五六个好朋友一起 但是你也没告诉我 单方告诉我 或者带着我去都行啊 那我晚上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你自己玩游戏 我还不能有点我自己的事了 我就得一直围着你 我就不能和我的好朋友出去玩了 我玩游戏 我和我的室友玩 你呢 你和你的一性朋友出去了 单独出去的 你还没告诉我 你考虑过我吗 那你咋发现的 他又没告诉你 你咋知道 后来翻到手机发现了吗 你考虑我了吗 你说这话 良心不会痛吗 我怎么没考虑你啊 而且我的付出也挺多吧 别觉得好像所有都是你在付出一样 就是当时 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 特别特别在意 我觉得他是很在意我的 他还是喜欢我的 他是不想跟我分手的 但是他就不愿意主动来解决 我俩之间存在的一些小问题 我也觉得 我俩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我约他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一起去青岛旅游嘛 然后正好谈谈心 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但是他去了 人家可倒好 不搭理我 手势卫生 把马桶 他得正量正量的 从青岛回忆之后 我越想越不对劲 越想越不对劲 我不知道他这些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说实话 天天吵架 天天开心不起来 我觉得和他没有一后了 受不了了 伤心了 分呗 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他分手 为啥呢 他对你那么不好 对吧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我天天交给他 怎么谈恋爱 这不能前人 再说后人成良吧 我对他付出也挺多的呀 为什么就非得 要跟我分手呀 这情感上是有付出的对吧 对呀 我付出也特别多 而且我现在已经慢慢在改了 哎呦呦呦 一直都在改 哎呦呦呦 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都强多了 是吧 呃 凭什么他现在要跟我分手呀 哦 人家要跟你分手 所以你来了是吧 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他说 他不想跟我有以后了 不这个确实比较伤心 你知道吗 我笨着是去跟你那个 促膝长谈的 结果一只马桶 都比我有吸引力 我在那插 你这女生说了吗 他在那把马桶插得正亮正亮的 都没搭理他是不是 嗯 你这臭小子 你事做得有点绝 你做得太坏了 你可以不去呀 这太伤人心了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也 好好跟我说 哦 你还得让人主动是吧 哎呀 你们俩还挺有意思的 看我付出多多呀 我一直主动 我有两个好奇啊 第一个好奇是 那茅台酒你爹收了吗 他都没给我买 自己把我 扔火车自己走了 等于你自己 买了一瓶 带回家了 我也没买 因为回去的时候 我跟我爸说了 说他把我自己扔火车走了 我爸特别的没生气 不用 你爹都还知道这事 嗯 因为我之前都跟我爸说了 他跟我一起回去 哦 结果人没来 嗯 好像还有一段 他爹的采访 咱们听听他爹怎么说啊 我知道我闺女 谈了个对象 本来过年来我家 也没来 当时我问我闺女 两个大人 我闺女当时就说 买个茅台给我 当过年礼物 你说这个小孩 让他让这人买茅台 别浪费这么多钱了 其实我闺女呢 也被我关得也挺任性 这我都承认 说时代的话 找对象的话呢 这个男的就得让着他 多保隆他 我想跟我闺女说 谈恋爱的对象呢 如果你管着不了这个男人 脾气和你一样大的男人 也别在一起 就他再好 再优秀 再喜欢这个人 你要等着他 真正听你的话 顺着你了 跟你在一起 爸不想让你来 谈恋爱中很累 我想跟这个小子说 如果你不包容着他 也必伤害他 因为是我最疼爱的姑娘 这当爹的话 听得让人心酸呢 知道闺女是怎么回事 全明白 小子 听见没有 不爱了就说清楚 别伤害 还爱不爱 我俩这相处也一年多了 也有好多事 我觉得 我得去慢慢消化 我也不可能 就是一时就接受得了的 不是你说不爱 没关系啊 人家爹说了 你不能包容 你说清楚 人家不怪罪 你爸可说了 你听你爸的话吗 嗯 你爸可说了 说一个男人 如果不能绝对听你的话 你没把他收拾服了 那都不行 显然这小子 现在是反过来收拾你啊 不是你收拾他呀 行吗 但是我不想跟他分开 因为我还是蛮喜欢他的 不是 你这期时间越来越长 我的情感也越来越多了 就是你动了情了是吧 你动了心了是吧 你觉得他玩弄了你是吧 他也不是玩弄我 就是我觉得他对我没有以前 对我好了 不是 人家已经不喜欢你了 姑娘 就是他那点热情 他对爱的那点憧憬 这一年多都烧光了 听明白了吗 我说的对吗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说那个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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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说 你说清楚 反正没以前那种热情的吧 就是不爱了嘛 就是不喜欢了 接受不了对吧 对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这一年多当中 我也教他很多呀 而且我 不是你教他什么了 你教他 我教他怎么谈恋爱 怎么 你教他些什么 怎么谈恋爱 怎么哄女生 就是天热的时候 给女孩打伞 天冷的时候 给女孩送衣服 可是我也告诉他 该怎么哄女生啊 怎么对一个人好 咋对一个女生好啊 没用啊 他全心全意 对一个女生好 女生根本都不关心他呀 他悟出来了 对呀 还对呀 他完全不关心 他完全有的事 他就一点不在乎 我也不去考虑我的感受 分不分 完了 姑娘今天是 让你们帮着 拉住一个要走的 男人的手的 男生倒是理直气壮 我除了傻傻的付出 我啥都没干 现在我要走了 是这意思吧 是 你怕他什么呀 我不是怕他 就是 你怕伤害 好好好 说得对 说得对 怕伤害 对吧 你看这男生多好 还怕在公开场合 说了伤害 那那我下面问你 你就说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是吧 好吧 咱们不直接说了 对吧 就是 你不再喜欢 对吧 对 还有点喜欢 对 但是 不太想再继续处下去了 对 因为 因为 觉得热情 被打磨掉了 已经要 慢慢的 就是 懂 好了 现在就这么个关系 你们看看 能不能帮到这姑娘和这小伙 该怎么办呢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皮特问卷 那话怎么说来着 自作孽不可活 是这么说的吗 对吧 姑娘 可是我也没特别做 因为我之前 我的妈呀你 还要怎么做呀 你已经做上天了 可是刚才一起之前 我就跟他说好了呀 要做到这些 姑娘 谁能做到这些 你回去问问你爸 能做到这些吗 你打了一下雨的时候 你爸也不可能 立刻赶到你身边呢 你太阳出来了 你爸也不可能出现 马上给你把伞遮住啊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爸会讲笑话吗 你爸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对吧 对 是啊 当然一开始 那所以 他怎么能够做到 你提到的那些要求 可是他一开始 答应我了 他就应该做到呀 谁告诉你 我答应你的 我一定要做到 他也做到了 他做了半年啊 他能坚持半年 按照你的要求 你已经是 作戒的鼻祖了 你知道吗 就这样的级别 他都能坚持半年 隔别的男生 三天就跑了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爸 给你的承诺 他是百分之百 能做到的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给你的承诺 他是能百分之百 做到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事实 你再委屈 再伤心 再难过 再心痛 都没有用 第二 在感情当中 如果你一直 以这样的一个标准 去衡量你的男朋友的话 你就是不尊重他 因为爱是相互的 第三 这段感情 我觉得最体面的方式 就是认真地感谢他 然后认真地分手 认真地做告别 你再纠缠下去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没有想要再给你继续下去的感觉了 你再纠缠就会让你自己 比之前做的时候还要难看 所以我说 就当上了一课 谁没分过手啊 但是最可怕的是 有的人分手了之后 我可以调整好自己 在这段感情当中 找到我自己的问题所在 接下来我不会重蹈覆辙 但有的人 分完手之后 从来不会找自己的问题 把所有的过策 全部推到对方身上 那么你在遇到下一个男朋友的时候 依然还是会遇到糟糕的感情 因为你自己没有变得更好 明白了吗 女生其实 我觉得你至始至终 到现在为止 你都没有爱这个男孩 一开始你看不上他的嘛 所以提了很多的条件 你现在贪恋的 就是他那半年对你的好 你怕失去 你也知道可能没有人会像 他那样那个半年的那个样子 这么包容 或者顺着你 你说你教他怎么去谈恋爱 你别太这么看高自己了 好不好 你顶多是给他立了一个标准 打了一个样 说这是绝对不能找到女孩的样子 就是你这样 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当你提出两瓶茅台 这个高价酒的时候 你有考虑他的承受能力吗 你有考虑他的父母的感受吗 你有尊重过他的劳动吗 他在劳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定一个电话 就必须让他秒回呢 什么刮风下雨 晒太阳 都必须有他在身边 你有这么对别人付出吗 你如果没有付出 你就不配得到这样的宠爱 先去爱一个人 先去付出爱 你才能有资格 有权利享受对方的宠 如果没有的话 拜托不要痴心妄想 你的父亲其实那段话说的不对 怎么着要听你的话 要顺着你 这样的男人才能爱你吗 搞反顺序了好不好 男生啊 你就是太弱了 追一个女孩如果只是靠付出 去换回那不是爱 你看这女孩什么呀 其实他有的方面对我也挺好的 哦 那你继续下去啊 你错就错在你 不干净利落脆 心里有什么话 有什么委屈 说出来 别跟那擦马桶 到底喜欢还是爱你 做一个明确的选择 拿出个男人的样子 你拿不出来啊 你这磨棱两渴 你会害别人的 你会让别人误解的 是不是 怎么想就怎么说 干净溜到脆 就这样 他就是作 你真狠啊 我带入了一下 就是那个茅台那个事 如果我是你这年纪 我被人嫁哪儿 我可能人不会去 那那酒我可能咬着牙也买了 只要我兜里有那钱 结果你真拒绝 我觉得你这厉害 而且你拒绝理由特别正 我宁可给我爹妈划 我觉得你是没错的 这件事情上你是没错的 这一个 第二个 你说年纪轻轻 带一漂亮姑娘出去玩 宁可擦马桶 我绝不拉一拉小手 厉害啊 一个人有拒绝能力 有克制能力 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止损 那你肯定是毕神大使 但你今天来干嘛呢 他要来的 他陪着来的 我知道 你今天来干嘛呢 你那么狠 你今天来干嘛呢 你明知道他是错的 他站在这个舞台上 可能他要出洋相的 你来干嘛呢 我跟你讲 你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没有能力 牵住他这匹野马 你心里面是知道的 但是你还抱有幻想嘛 你还想试一试嘛 看一看我还行不行嘛 看看时间还能不能把它 给改好 给磨住嘛 事实上是不行的 至少现在的你还不行 你还需要时间的打 所以兄弟 可能有一天你要到35岁了 可能这一类的姑娘 在你眼前也不算什么了 但现在还不行 现在你还是 好好地去过你的生活 先奔事业去 你一定能成大使 记得要走正道 好不好 好呢 姑娘我就问你一个是 我相信你让他掏那 2800多块钱的时候 他口袋里面 可能也就剩个 三四千块钱了 你要他掏2800多块钱 给你爸买瓶酒的时候 你有想过 给他爸妈 带点什么回去吗 如果他带我回家 如果你没说对不对 你要的是 你先给我爸买 如果你在我家表现好 有可能 我也会想着一点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 没说过 让带我回家 不需要带你回家呀 之前你都没有跟他说 让他去看你爸 当场下了火车 要他买2800多块钱的酒 人是在一个便利店 打工的人 兼职啊 不是还不是打工 不需要说 你让他做的 也是附加的呀 你有想过 别人给你做的事情 其实是不应该的吗 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什么事情是不应该的 这条间线你有吗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不应该的事情 你只不过是家里面 有一个爸 这个爸给了你太多 应该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 所有一切都是应该的 女孩应该精神富养 认知富养 不是物质富养 就光一天到晚 就想着茅台这个事 两三千块钱 就不当个事 不算什么 两三千块钱 他要打工打多久啊 什么底气啊 这个底气无非就是 原生家庭里面 有人无限度的放水嘛 放到了一定程度 然后把你宠成以为 我在整个生活里面 所有人都可以给你放水 然后说不定还真的有 那么两个不开眼的小男生 真的对你好成那样 你就觉得 所有一切都是应当应份的 真的要到有一天 三十五岁 你离了婚 带了一个小孩 回到家的时候 除了朝你爸爸哭之外 你还会什么 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说你这个 不是对你坏 是对你好 真正对你坏的那个人 是你爹 你回去 你把我的话带给你爹 就是我陆琪说的 今天我们在舞台上面 四个老师说你了 我们是为你好 他才是那个对你坏的人 就这样 看看我 我们俩一个路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白了这一点 我知道你不能把我 放到美女赛道里头 跟美女赛道 就这里的 我给你带我 就这么多高一 面前有的话 就是我 老师说 本当我 就有一个 事情 我 insurance 不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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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青春时期的时候 怎么看怎么漂亮 随着时间 自己对自己到底 补了哪些东西 补完之后的容颜 才是你自己的 先天父母给的 我们都不做任何的评价 我们评价一个女性 长得是漂亮还是美 是在随着她的年龄增长之后 她跨入社会之后 她的行为举止 她的做事方式 她对事物的看法 她阅读背后 所称出的这个气质 我们去做一个评价 所以不难过老婆 因为你还很年轻 没事 姑娘也是心直口快 想说就说 托小拉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陆琪老师说 你能成事 你这个好的东西 还能保持吗 你说你有一点特别好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认 我也接受 然后我要失去一个东西之前 我还想拼命地抓 这就对了 如果挽留不住她 你会怎么做 那我就好好读书 然后呢 好好充实我自己 好好改正 对 珍惜眼前人就好 来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对不起 我之前不应该对你要求那么多 我也不应该一直那样对你 我也应该看得到你的付出 我也应该付出更多 说实话咱们之间有太多事情 我是无法一时接受的 我也是需要慢慢学话的 那你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不想 我真的会改的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吧 以后好好读书 好好生活 热爱自己 谢谢两妹啊 请回 加油吧 年轻人 来 请回 第二集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刹那老师 我觉得男生应该是挺坚决的 不会出来 然后女生可能还是会纠缠 我觉得双不出 我认为女孩今天是学到了 有没有可能双出啊 如果双出了 这男孩就把我们的心都猪了 这也有可能 他不会出来 他要真出来 那我们就算打眼吧 来 请开门 来 请开门 不仅打眼还打脸 不不不 这无所谓 只要你不欺骗自己就OK 就是你是喜欢这个姑娘的 通过调整你愿意跟她继续交绑 今天你的出来是发自内心的 这都没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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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见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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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亮 是喜欢的啊 喜欢 确定啊 确定 好好对人家 不作了啊 姑娘 那就成长了 对了 再把你最开始那几个要求 再说一遍 我们让其他的女生隐隐为戒 千万不能这么干 你那要求是什么 下雨了怎么着 来着那个还剩一套一套的 再说一个 我鞋带开了要给我系鞋带 鞋带开了要系鞋带 我要是不开心了就得哄我 不开心了得哄我 我要生病了立刻就来照顾我 我病了立刻得照顾我 想喝水的时候必须给我水喝 还有吗 没了哈 记住啊 你们要想爱情死得快 你们就按照这个条例去做 以后不会了吧 谢谢两位 加油 请回 请回 挺好啊 行 这个男生能成事 能成事 不管怎么说 如果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就祝他们幸福 至少在这个阶段 他们是真心的 就好好的去相处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普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